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在台九县台东路段 轿车是这个看到它高速的一个冲撞 不明的原因打滑 结果猛力的撞上了路旁的店家 车上有一男一女送医宣告不治 另外在国道一号提顶出口的杂道 则是有车辆撞破了护栏 坠落17公尺直接栽入了基隆河 警销漏夜搜索找到车辆 不过驾驶卡在车内 已经不幸身亡 白色轿车即使在路上 随后禁打滑横向高速直冲进前方店家 猛烈撞起地道车体翻转半圈 瞬间解体炸开 挡在店家门口的轮胎和防撞物品 也都甩喷四散 事发台九县台东425点1公里处 28日晚上6点多 旅驾驶载了乘客 不明原因失控冲撞进一家海产店门柱 两人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双双丧命 失控量意外的还有这 水泥玉半混凝车 一个转弯重心不稳 压弯撬过链 整辆车重重往右偏 疑似因为超载 失控翻车 猛烈侧翻造成夜心驾驶 松衣抢救中 搜救人员经过一夜搜索 总算锁定车辆位置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将装烂泡水的车辆吊挂上岸 驾驶残卡在车内已经死亡 警方比对车牌和家属现场指认 确认身份果真就是失联的蔡姓男子 灿烂平时台北新竹往返通勤 不排除可能因为疲劳驾驶而酿意外 国道警方将暴行检察官相验 并调查车祸发生的真正原因 记者综合报道 花林一名王姓男子和赵姓男子 乔债务乔布隆 发现对方走在马路上 竟然就找了同伙一路来追逐 眼看对方即将逃走 还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开车猛撞对方 把民宅的围墙也给撞破 人喷飞进了院子内 被砖块给压住 但是扼上还不肯停下 冲进去想要强压 把居民全都吓坏 暗夜拔腿狂奔 男子疯狂逃命 但只见后方追逐的车辆 加速梦工 一个衰尾正面冲撞男子 不但把民宅围墙给撞烂 更把人整个撞进院子里 后方追赶了两名男子 及轿车驾驶 还冲上前要枪压 掳人 想不到被害人死命呐喊 引起居民出来查看 三名掳人扼煞 这才夹起尾巴 仓皇讨逸 被寻丑被人家撞 然后人喊进去吗 被追 救护人员到场 发现被害男子 被倒塌围墙 砖块压住 动弹不得 赶紧把他救出 包扎送医 厘米之差 就要被撞成肉泥 男子命大只有擦坐伤 但暗夜红然巨响 实在把民众吓坏 家里的围墙被整片撞破 乌主只能先拉线围起来 想不到坐在家里 也会飞来横祸 只是究竟什么 深仇大恨 要这样往私里撞 王姓男子与被害人有金钱纠纷 得知被害人所在位置后 便与两名友人一同前往 当下一时气愤 便开车冲撞他 原来王姓男子 跟被撞的赵姓男子 乔债乔不拢 祈祷六人要把对方掳走 这下债务还没解决 先被以伤害 恐吓妨害 自由移送 得不偿失 保林十安风暴延烧 截至二十九号的下午五点半 中毒个案累计有二十四例 包括有两例的死亡案例 那么住院的六个人当中 有五个在家户病房内 而且有一例出现了脑部的病变 检刑二十九号下午 传唤了相关的人员复讯 保林的负责人李仿轩 在讯后面对媒体鞠躬 道歉长达十四秒 而疾管署公布最新的检测结果 包括了两例的死亡个案 以及六例的住院病患 全部都被验出 他们的米酵菌酸确实是阳性 但是目前查扣的食材 却统统都是阴性 保林十五中毒案持续扩大 截至二十九日下午中毒个案 累积二十四例 包含两例死亡 五位在家户病房 情况持续恶化 其中一位更发生脑病变 死者解剖结果也出炉 首位死者写疫中含有米酵菌酸 第二例死者 胃内容物也验出米酵菌酸成分 现在追查毒素来自哪里 北市卫生局针对百货 美食街十九家面食店 全面击查 初步最大嫌疑 就是在食材 我们针对酱料的部分 我们现在已经厘清出来 相关的酱料约有八种 那这八种呢 我们正即刻 还是持续的往上去溯源 看有没有办法 做一些初步的厘清 另外比对十七日到二十五日 九十一笔消费记录 唯独二十号没通报中毒个案 关键差异可能藏在其中 北市府不把话说死 至于说为什么三月二十号没有人中毒 我想这个原因非常多 那如果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应该不要 最好是不要做这样的推测 不过也有网友反映二十号前往保龄用餐 身体不适检查中 台北地监署二十九日再度约谈 保龄负责人李访轩 王兴店长以及周姓厨师等四人 李访轩讯后现身时 由律师代为发言 他也在一旁鞠躬致歉 时间长达十四秒 而律师更强调李访轩父母 也吃到问题食品 监警调查胡姓厨师 本来的其他分店工作 从三月十八号到二十六号九天 都在信义店待班 却爆发实案风暴 全案调查中 另外针对保龄多项说师 为依法投保产品责任县 罚还两百万 提供营业场所据点 资料不实 罚还五十万 不过好险经过调查 保龄事件又包含在 原摆保单理赔范围内 理赔厚度1.5亿元 让家属免于 求场无门 接下来 网络问题特别报道 保龄风暴 引发全台的果条恐慌 有一名医师 二十一号前往了 彰化园林的一间素食摊 吃了果仔条 吃完之后胃不舒服 他担心果仔条有问题 紧急通报了卫生局 不过店家则是喊冤 说他们用的全都是 当天现做在地供应商 提供的果仔条 而保龄案还没有 厘清米酵酸酸的来源 餐盒工会开出第一枪 建议营养午餐 应该要先取消果仔条 台北市一共七所学校 也暂定会暂时停用 基隆市政府也宣布跟进 素食龟丫 豆皮香菜点缀 干吃或是煮成汤都OK 但龟丫因为保龄茶室案 引发恐慌 在彰化也有人疑似吃完身体不适 一名医师二十一日与太太到彰化园林 一间素食小吃店 点了碗龟丫 他疑似吃完胃不舒服 虽然没有恶心呕吐或腹泻 但第二天醒来也没改善 全身虚弱 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吃坏肚子 不敢大意赶快通报卫生局 回到招指控了店家老板喊冤 而保龄茶室案米酵菌酸 来源还没厘清 中华民国参合同业工会开出第一枪 台北市景美国小也随即发出公告 在四月十二日以前 暂停供应归压屌欲年高 家总七所学校停用 影响五千人 台南市则请各校谨慎使用 全台关注保龄案是不是归压屌出包 真相还没出炉前 许多人保险为上 据迟嫌 记者综合报导 光是今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中旬的统计 发现屏东出现了一千九百七十三件 闯红灯的车祸 这也变成了警方执法的重点 加强取缔 而在台中的沙路 北中路附近有一处没有耗置的路口 发生了外送员往前直冲 结果被乡型车拦腰 击落喷飞的意外 这惊悚的画面全都曝光 汽车绿灯直行 很像骑士阿伯 闯红灯冒出来 强烈撞击 空中后滚翻落地 马路当灶咖 骑士无视红灯直闯 遭黑车拦腰撞击 车壳碎裂 骑士往前喷飞 躺路中央 白衣阿伯也没在管 就这样滴滴笼 也被汽车惨撞 屏东惊悚车祸 画面全曝光 光是通计到今年三月中旬 就有一千九百七十三件 传红灯事故 成为警方执法重点 而台中杀戮 北中路上 没红绿灯 用路人也没注意路况 外送机车到路口就穿越 直接被横向 乡行车击落喷飞 机车上的东西掉一地 乡行车头轻微受损 骑士全身擦错伤 幸好送已无大碍 在南投南岗路上 白车临时转弯 直行机车闪避不及 骑士撞车倒地 通道无法动弹 上班时间车流大 女驾驶急下车怕二度车祸 女驾驶除了被罚最高 一千八百元罚还要负责 骑士车损跟药费 而苗栗灼产业道路上 酒勋老翁躺在单架上 立刻送一人不至 原本少春的57岁游戏 女子跟妹妹 在老父亲回诊拆石膏 返家途中却精神不济 自转护栏 父亲胸臂挫伤 乐骨骨折 最后气血胸臂围 也让父女三人 从此天人永隔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国道一号虎口路段 在昨天凌晨一辆特斯拉 停在路中央 驾驶自称车子没电了 但转头竟然在车上吸笑气 当场被抓 另外新北市则是有期视 他担心酒册没过 因此故意在警察的面前 灌啤酒 结果吃上了 据册十八万的发弹 白色特斯拉竟然停在 国道路中央 警方立刻上前盘查 男子胡言乱语 精神恍惚 接着竟然转头吸这玩意 说他在国道一号新竹 虎口路段 二十八号凌晨 男子不止吸笑气上路 车辆还没悬挂车牌 全案也依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法办 而同样让远景傻眼的还有他 花莲国福桥上 双代机车一路摇摇晃晃 警力前后包夹蓝车 果然有问题 女性骑士把白色布米粉末 扔下桥还想装傻 把远景当塑胶 气到拽住他的衣领 把人带回警局 做尿液检验 并以毒瓶罪嫌 移送法办 狡猾丢毒 仍逃不过法律制裁 酒驾上路耍巧聪明 也没用 先被吐成严禁接口 远景巡逻时 发现前方机车 转弯没打方向灯 扇前蓝车盘查 还闻到浓浓酒味 好来 哦 是蛮高的哦 当着警察面前 喉咙借过大口喝啤酒 犯害酒侧被视同聚册 直接被开出18万元红单 同时机车也被扣牌一致 让骑士超傻眼 回不当初 接下来黄明君 从关于中文报导 一烂有警车 在押送人犯时 撞死了闯红灯的机车骑士 直情被撞的远警控诉 他遭到分局长施压 要求他赔偿死者50万 而桃园则是有救护车 鸣敌执行时 碰上了三名路人 他们慢吞吞的过马路 导致延误送医 引发了网友踏罚 警察执行 开到路中央 不料骑士闯红灯冲出 绿灯指起的警车 闪避不及 直直撞上去 骑士喷飞 重摔倒地 伤重不治 宜蘭分局 廖姓袁靖去年八月 开巡逻车 解奏人犯时 撞上闯红灯 窜出的弧性启示 事后廖姓袁靖指扣 明明明赵泽 分局长却一直责怪他 还要求他要向家属 道歉赔偿50万元 警交执行 有道路优先权 不过桃园这辆救护车 却反而要先让道 救护车身接近 机车纷纷让开 但斑马线上这三人 完全无动于衷 悠悠哉的通过 走在最后的女子更夸张 疯狂将电话 甩都不甩 毫不在乎救护车 是在等他们 三个霸王害的救护车 原地待等15秒 影片一出 大批网友痛批 怎么好意思 依照道交规则 就是三条规定 救护车执行 紧急任务时 确实不受表现 后置限制 不过台中这辆警车 恐怕还是违规 男子站在斑马线上 等待穿越 骑士看到立刻停下 右侧这辆警车 却直直开过去 行人卡在路边 5秒才通过 骑士没鸣笛 又没离让行人 现在原警面临被陈处 为见民众 为迈步向前 所以驾驶巡逻车 先行通过 追究相关人员的 行政责任 今年2月就曾出包了 想不到这回 又发生同样情况 警销执行 依法有优先权 但没有紧急勤务 还是得礼让 执法人员 如果带头违规 要怎么做 人民榜样 请人医生 刘志展 宜兰桃源台上报道 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案 受害者恐怕 不止如今的24例吗 我们接获消费者的 独家投诉 说他这个上班族 上周和同事一起去 保龄餐厅买午餐 当时正值用餐时间 但是品项却只剩下炒果条 同事用餐之后 上吐下泄了五天 回想诸多一点 到现在他们还是觉得 毛骨悚然 保龄茶室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29号持续新增个案 其中两人死亡 但受害人数恐怕远远不止 我们独家消息 有民众上周21号中午用餐时间 跟同事买饭 自己想点凤梨炒饭 但店员却说全部都没卖 只有炒果条 自己就没买 而同事外带一份炒果条 上吐下泄五天 到现在身体还没康复 回想事发当天 一点重重 民众就在保龄茶室附近上班 中午十二点钟 正值用餐时间到店 几乎没有客人 一整排的菜单只是用看的 全品项只剩炒果条 怎么想怎么奇怪 事后回想店员态度 也觉得背后发毛 在那个外场就一个女生 那个态度 不知道是闪躲还是干嘛 很冷漠 感觉是好像不太想招待你 或者是他们知道 什么事情会发生的 没时间店员通常热情招待 但民众表示 保龄茶室不但公餐异常 都已经没什么客人 店员态度竟还相当冷漠 时隔不到一周 看了新闻 民众直呼 跟死神擦肩而过 如今诸多疑点浮出 究竟是食物中毒 还是有更可怕的阴谋 检方还要持续抽丝剥茧 全体国民都在等待真相 税落实出 记者提琴 范亚乔台北报道 夏天容易形成台风 今年有九个台风的名字 遭到剔除 台风委员会 每年针对过去造成 重大灾情的台风 讨论这个名称的去留 而每一击台风呢 竟然变成了绝类植物 让民众直呼 名字是非常的莫名 结果连气象专家都表示 普遍性的名字 已经快要被用光 真的是越改越奇怪 台风年年行程 总是雨淡席台 岸边风浪 卷起至少三米高 气象署公布 台风委员会 今年一口气 换掉九个台风名 重点是植物建筑物 甚至动物名字 统统上榜 有造成严重的伤亡的话 台风委员会 就会针对这些名字 会做出一些 出名的一个动作 要跟大家说 这一件的头号梦魇 就是美机台风 2010年霞豪雨清台 造成速滑公路坍塌 六年后梅姬卷土重来 全台超过 311万户停电 台风梅姬 这下竟然改成绝类冷鸡 绝类冷鸡 我觉得太莫名其妙 我头梅姬一票 我也是 就一个奇怪的名字 残遭除名的 还有纳格台风改做蜻蜓 原归台风成了石中座 不过正是中文名称 还要等中央气象署决定 没有很合理 你要用水果来记 我觉得四春啊 什么的水果来记 还比较方便民众计 其实台风怎么命名 也不是由气象署决定 台风命名业务 交由台风委员会 手中成员各提供十个 一共一百四十个名字 而西北太平洋 一年约有二十六个台风 等于六年大风吹一次 名字上的确是有越来越奇怪 普遍性的名字已经用完了 那他们就会去取一些比较特殊的 代表这个国家的名字 人专家都觉得名字千奇百怪 原因是各个国家都有命名规律 日本还有八十八个星座 泰国常用东南亚水果 大陆则是偏好神话 也让网友回应 不管最后是因译还是异议 真的是越换越奇怪 米酵菌酸中毒风波震惊全台 但过去像这样的毒素 大多是出现在环境卫生 比较差的地区 到底台湾是怎么沦陷的呢 超强毒素从何而来 目前未可知 相关单位还在调查 专家提醒虽然不是传染病 但一定要避免这样的菌种向外扩散 而这种植物病菌 容易会在潮湿的环境 当中落地生根 而且会藏在保存不佳 含水量比较高的食材内 平常食物放凉才放到冰箱 恐怕就很容易会坏 大约六十度左右 一定要赶紧放进冰箱 超强毒素米酵菌酸 在全台刮起食安风暴 但过去都是在印尼 东非及大陆东北等地限机 潮湿闷热 加上落后环境卫生差 现在却连台湾也沦陷 这个不是传染病 它本来就是一个植物的病菌 不是人的病菌 在一个潮湿的环境 它应该是很容易落地生根 不要让它扩散 米酵菌酸遇到二十二到三十三度 或者中性PH值两种环境 就容易打量滋生 无色无味 外观难察觉 可怕的是 即使煮熟也杀不死 多命米酵菌酸 有如味爆蛋往往藏身于米粉 冬粉 肠粉凉皮 以及泡过的木耳等食材 各种淀粉类食品 以及银耳 发酵玉米 椰子制品等 变质后就容易产生米酵菌酸 造成食物中毒 毒中心护理师谭敦词也说 水分多的米制品容易增长细菌 买了要赶紧冰起来 过三天最好就别吃 而是安专家提醒 别再以为食物放凉才能进冰箱 到了大约六十度左右 就得冰起来 免得会坏掉 急性肠胃炎 同时有合并一些败血症症状 意识不清啊 高烧不退 或者说小病状变少 代表说很有可能有器官衰竭 吃个饭竟然天人永隔 家属痛心 全台纠真相 但这次中央急检验 却缺标准品差点要多等一周 幸亏张吉医院紧急救援 独家提供早备好的昂贵标准品 才让保龄中毒案有了新进展 为了等待可能很久才发生一次 专家学者跟中央跟地方 大家的共识跟讨论 大规模熟中毒 全台人心惶惶 外界喊话 相关单位除了查清楚 也该纳入食品常规检验 杜绝传播 避免悲剧再发生 记者杨七号 陈萱萱 SNG小组台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